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干掉了一个副部级 副省部级 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也盼了俩人 这是也看到的 而基础都是透过网络 那网络最能拢民意 那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政法委彻底完蛋 这是我们所有看到的 那天我节目跟大家说 我说你看 姓梦的到现在梦不出来了吧 还在家做梦的 第二天挺硬紧的 说梦见柱说话 我一看我就觉得挺斗嗝 整个政法委系统 其实现在基本上就完蛋了 谁在政法委系统 原来的那个班子 现在相应来讲一定很难办 这个我相信朋友能够感触到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 我们跟大家讲说到底目标在哪 而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挺有意思 就是这个王岐山 那王岐山呢 我们注意到呢 就是刚刚昨天应该是到美国去 带个礼帽 带个墨镜 哥们做团长 去谈有关中美之间的金融问题 那大家知道 他到了政治局常委里面 他是管这个反腐的 那政治局常委当中第一常任 这个副总理的话 应该是张高丽 哎 没张高丽什么事 哎 他去谈这个 大家品吧 我跟你说 这有意思 这事没完 那王岐山的所作所为呢 跟他在几次政治局常委亮相 他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 这里头有暗语 你可以这么说 你可以这么说 对吧 但是也有人说呢 王岐山是不是跟习近平两人呢 唱着对 就是大家一块唱这出戏 包括矛头冲向 他现在的政治局常委的人马 很有可能啊 因为 因为现在习近平说了算 网上出了最新的一条消息 《征明》杂志登出来 直接矛头冲向江泽民 文章题目这么说 江泽民涉及 一兆两千亿金融贪腐的案 中共证券史上第一答案 根据北京高层的人事透露 中共中纪委 正在追查中国证券史上 有史以来第一答案 涉案金额高达1.2万亿人民币的 招估权证案 那直接将江泽民 贾庆离 黄菊 江泽民的儿子 江绵恒 外甥 吴志明等 卷入其中 香港《征明》杂志 披露说 国际结算银行 2002年12月 发现一笔20多亿美金的 巨额中国外流资金 无人认领 那之后 刘金宝在狱中爆料 这笔钱 是江泽民在十六大之前 为自己准备后路而转移出去的 刘金宝还担任过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 这件事情我们早说过 但是在胡温时代 无法解决 《征明》杂志在报道当中接着讲说 薄熙来至少涉及到江泽民的间接责任 已经是中共高层毫无掩饰的事实 目前薄熙来案接触的行贿线索 已经直接指向江泽民的家人 那包括江系的四大要员 周永康 曾庆红 李兰青 曾培炎 那尽数卷入 收受薄熙来聚会的传言 薄熙来案的刑事判决 已经成为江泽民最大的心病 我这里还得跟大家提醒一下 他点的这四大要员当中 有三个在今年9月22号陪着江泽民到大戏院看戏去 所以有些是真的 有些是假的 有些是有来头 有些是有原因的 但是大家想想 曾经把中华人民共和国 把老百姓玩弄于手掌之中的这些人 今天为了他们的能够保命 为了他们之间的权斗 大家已经玩到这一份上 而这一切的所作所为 将给他生命真实的那一面 他的灵魂 下了18层 地狱 打定了坚实的基础 薄熙来倒台之后 2012年4月16号 中共官媒罕见全文发表了中共总理 温家宝在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当时暗示要追究一批被掩盖的贪腐大案 4月16号 开的会 3月14号 温家宝踹死了 踹死了这个薄熙来 他靠自己的概念 到了5月初 胡锦涛软淡 把事误了 误到了今天 对吧 误到了十八大如此的打斗 当务事的是胡锦涛 吃了哑巴亏的是温家宝 心里明镜但在十八大结束之前 拿过权力之前 无可奈何的是习近平 但是今天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不一样了 大家知道改革派 温家宝的这一派的改革派 遭遇了滑铁炉 可是政治局常委的人马 对于习近平来讲 我跟你说 夜老了苦了 心里恨死了 所以就出了另外一件事情 习近平在一个月之内 在他上任一个月之内 出巡到广东 汪洋陪伴 对广东的说法 对汪洋的肯定 这就弥补了 换了另外一个角度 汪洋已经把权力交给了 这个胡春华 那汪洋腾出来了 如果他在编制之外 也就是说他在政治局常委之外 而用他去打政治局常委之内的人 反而好使 我不知道大家能明白不明白 因为权力斗争是持续的 他没办法 这是十八大造成 这是江泽民一手造成的 但是反过来打里头 将会取得民意 有习近平 有王岐山 再有汪洋 大家 我刚才跟大家说了 第一副总理不是王岐山 但是王岐山现在去美国 第一副总理就没大案成 你现在听不见张高丽 你看不见刘云山 跟江泽民有关系的人 你都看不着 不让他玩 不就这事吗 所以大家 我还是说那句话 就看习近平怎么跟时间赛跑 网上有另外一条消息 文章题目这么说 十八大秘密投票的结果 汪洋的得票超过了四个常委 证明杂志引述了 十八大主席团秘书处的消息说 这一次十八大有38个代表团 其中有35个代表团曾经提议 把整个选举的情况 向全国公开提高透明度 另外有22个代表团提出 本届修改制定关于中央委员 政治局委员 政治局常委有效的得票率 要在超过75%或者80%以上的人 才能够符合规定 但是这样的提议都被党内否决了 其实是被党内的利益集团否决了 大家能想象 想象李小鹏怎么上去的 大家就明白了 他说在选举之前 大会的主席团宣布严明的纪律 各政治局委员常委的得票情况 不得向外公开 不能在内部传开 至于以后是否公布 由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决定 大家听懂了 一块开会这帮人 谁也不信谁 一块开会这帮人 坐在主席台这帮人 不信下面听他们的精英 那才多少人呢 千八百人 都可以彼此使家伙 千八百人 作为坐在上头的 包括江泽民也好 谁也好 当时的 当时这些握有实权的人 就不信下面开会的这批人 才会出这种事 大家想想 谁信谁呢 然后文章紧接着就提到说 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的得票情况 从习近平一直到张高丽 最后他提到说 实际汪洋当时得票的数字 是257票 他要比张高丽 张德山 刘云山和余震生都高 但是他没成 这个时候习近平用汪洋 就有民意基础 在他的中央委员当中 就有民意的基础 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政治局常委出来了 看起来江泽民得胜了 实际是江泽民和曾庆红 把自己的底牌 所有东西全亮了相 而这亮相的结果 会造成习近平跟他绝对的分裂 而习近平不是胡锦涛 习近平是他所拥有的 他的拥有的一切 就是当初薄熙来拥有的一切 而同时他拥有的憨厚的一面 他的内心中 人们都认可的一个 似乎他佛性的一面 又远远胜过薄熙来 薄熙来 极其奸诈 很奴 让人们对他多少都有戒心 而对习近平不是 在他个人的人性的这一面 他个人的品质这一面 再加上他相对又很 比较办事 很干净利索的那一面 就我们说 这个吃饱撑的 关景什么事 这一句话 透露出他内心做事的性格 他决定的事情 他认可的事情 咔嚓他就这么干 大家就能够品出来 确实习近平有干一番的概念 而且整个的体制概念 是摆脱原来这些老人干政的概念 甚至矛头直接冲向现在的利益集团 在十八大之前争权独立的那些利益集团 可能反过来习近平如果杀掉他们 那习近平整个的人马就控制住 中国就可能出现另外一个概念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